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 箴言十一章第二节 所罗门说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谦逊人 却有智慧 骄傲是魔鬼的本相 谦卑是天使的装饰 神阻挡 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并且 他赐更多的恩典 主的心柔和谦卑 让我们甘心乐意 负他的恶 学他的样式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全秉的转移 我们思想 全秉的转移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 列王纪上第一章 二十八节到四十节 以及 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 列王纪上一章二十八到四十节 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跟随主耶稣 好得无比 因他必带离我到底 我今生只有一个不定 永远与主相依到底 我今生一定建筑耶稣 因他是我生命的主 一生一世为妖子道路 完全与主相依相熟 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 因他必拯救我到底 他必能求我脱离自己 直到他充满在我里 我今生一世为妖子道路 我今生一世为妖子欠慕 我今生一世为妖子欠慕 《列王记》上第一章 二十八到四十节 以及四十四到四十八节 大魏王吩咐说 叫巴士巴来 巴士巴就进来 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于是巴士巴脸浮于地 向王下拜说 愿我主大魏王万岁 大魏王又吩咐说 将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召来 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 使我儿子所罗门 骑我的骡子 送他下道激讯 在那里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 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也要吹脚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 使他坐在我的位上 接续我做王 我已立他 做以色列和尤大的君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对王说 阿门 愿耶和华 我主我王的神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 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大魏王的国位更大 于是 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下去 使所罗门 其大魏王的骡子 将他送到基训 祭司撒都 就从帐幕中 取了成高游的脚来 用高 高所罗门 人就吹脚 众民都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众民跟随他上来 且吹敌 大大欢呼 声音阵地 王差遣 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去使所罗门 其王的罗子 祭司撒都 和先知拿丹 在基训 已经告他作王 众人都从那里 欢呼着上来 声音是城震动 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 并且所罗门登的国位 王的臣仆 也来为我们的主大位王祝福说 愿王的神 使所罗门的名 比王的名更尊荣 使他的国位 比王的国位更大 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 网友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赐我一人 今日坐在我的位上 我也亲眼看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4节到48节 我们要背诵的经句 在历代至上22章的第8节 请再把圣经翻到历代至上22章第8节 经文说道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思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他在外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历代至上22章第8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经句 历代至上22章第8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思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历代至上22章第8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权柄的转移 有两件事 对所罗门继承 以色列的王位 有极大的帮助 两者同时 带给他治国 所需要的权柄 一是 神拣选他 接受大魏做王 其次 大魏追认所罗门 为继位者 领导权的转移 经常在团体和组织中 造成重大问题 请留意大魏 顺利地进行王位的转移 他的整个过程 首先 他做了公开的承诺 并且 在政权转移的过程里 把重要 且有影响力的人带来 其次 他将自己的一些资源 给了所罗门 这些资源 是百姓容易认出的 再来 他以公开的仪式 任命所罗门 公开里 为所罗门的领导地位背书 并率先 为领导权的转移而庆祝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 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 就是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权柄的转移 这个题目 当大卫年事已高 年纪老迈 眼看不久于人世 王位继承的问题 就浮现出来了 谁继续大卫治理 以色列国呢 大卫的长子暗嫩 被鸭沙龙所杀 次子基利亚 可能早逝 已经不在了 三子鸭沙龙 因为叛变 被鱼鸭所杀 按照长幼顺序 四子亚多尼亚 是最有可能 接续大卫做王的 《猎王记》上一章五到六节记载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 自尊说 我必做王 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 又派五十人 在他前头奔走 他父亲苏莱 没有说到忧闷 说 你是做什么呢 他甚至美 生在鸭沙龙之后 亚多尼亚 有出众的条件 他想到哥哥鸭沙龙那样 有非常俊美的外貌 或许因此 他就心高气傲 自为是起来 他望子尊大 自认有权登基做王 并且不诸行动 耶稣基督是主动降杯 被动升高 而亚多尼亚则不然 他是主动升高 自命不凡 自己起来自夸为大 卡森博士说 亚多尼亚是个不愿等候神 也不懂得观察时事 衡量得失的人 他的心被权力欲望所占 虽然长得俊美 但举止骄傲嚣张 为等候大卫的同意 就尝试为自己 营造声势 像当年鸭沙龙那样 萨摩尔记下十五章第一节记载 此后 亚多尼亚为自己预备车马 又派五十人 在他前头奔走 亚多尼亚和充满权力欲望的 亚多尼亚如出一彻 想必大卫 因为疼爱亚多尼亚 尊重他 向来没有责难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结果亚多尼亚变得放纵随便 又或许大卫因为年纪老迈 轻忽了 列王记上一章四日七节提到 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 在管输孩子的事情上 可能大卫感到有心无力了 圣经说 亚多尼亚与席路亚的儿子约亚 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但祭司撒都 耶和耶大老儿子比纳亚 先是拿丹 世美 利益 并大卫的勇士 都不顺从亚多尼亚 亚多尼亚与握有军权的元帅约亚 和与撒都同坐祭司的亚比亚他 商议夺权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他 很多人是不顺从亚多尼亚的 因为继承王位的不是亚多尼亚 而是所罗门 在很早的时候 所罗门还没出生 大卫思想神的约会的时候 神的话临到大卫 历代之上二十二章八到十节 经文说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四位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就是太平的意思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民建造殿宇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你说的话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神提到这个 名叫所罗门的儿子 要做以色列王 神允许 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当然 要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经才真正应验 先知拿丹 按照耶和华的末世 把这话转给了大卫 撒末尔记下十二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记载 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 与他同寝 他就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所罗门 耶和华也喜爱他 就借先生拿丹 赐他一个名字 叫耶底底亚 因为耶和华爱他 神预备所罗门为他建殿 并说过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这话大卫必然 告诉过八十八 大卫对亚多尼亚的轻忽 不等于默认 但亚多尼亚 得到了军政 跟宗教界的游历人士 约亚和亚比亚他的支持 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猎王记》上一章九到十节记载 一日 亚多尼亚在尹罗杰旁 索西列磐石那里 宰了牛羊肥独 请他的诸弟兄 就是王的重子 并所有做王臣婆的犹大人 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亚 并勇士 与他的兄弟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亚多尼亚急不可耐 没有三思而后行 掩害父亲大卫的身体状况 不行了 又没有公开宣布 谁继承王位 在他以为 多久的时间到了的时候 就决定放手一搏 为此真言二十六章十二节 索罗门说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立望纪》上一章十一到十四节 拿丹对索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 你没有听见吗 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好保全你和你儿子索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见大卫王 就来说 我主我王啊 你不曾向婢女骑士说 你儿子索罗门 必接许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吗 现在亚多尼亚 怎么做了王呢 你和与王说话的时候 我也随后进去 证实你的话 这是非同小可 现在拿丹要八十八 督促大卫 公开宣布谁才是合法的继任者 并且是跟八十八一起合力促成这事 因为神指定索罗门做王 这时大卫一直都没有正式宣布 于是八十八进入内侍见王 王身老迈 书念的童女亚比萨正伺候王 八十八向王屈身下拜 王说 你要什么 他说 我主啊 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说 你儿子索罗门 必接许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现在 亚多尼亚做王了 我主我王 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肥毒 请了王的重子和祭司 亚比亚他 并元帅约压 唯独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没有请 我主我王啊 以色列众人的眼目 都仰望你 等你小遇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 若不然 到我主我王 与列祖同事以后 我和我儿子索罗门 必算为罪人了 八十八 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先知拿丹也进来了 指之前就商议好的 有人揍过王说 先知拿丹来了 拿丹见到王前 脸浮于地 拿丹说 我主我王果然应许 亚多尼亚说 你必接许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吗 他今日下去 摘了许多牛羊肥毒 请了王的重子和君长 并祭司亚比亚他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 说 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唯独我 就是你的仆人 和祭司撒都 耶和耶大老儿子比拿亚 并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这是果然出乎 我主我王吗 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 拿丹指引亚多尼亚的行为 在他眼中 亚多尼亚这么做 只有两种可能 要就是大卫私下 建立亚多尼亚 指定他做继承人 要就是大卫没有这么做 是亚多尼亚 像压沙龙那样 公然对父亲的叛变 拿的要知道 亚多尼亚都已经被人称王了 让人高呼万岁了 这是 是出于王吗 是王同意的吗 当然不是 如果不是 那么究竟是谁要 继续大卫做王 请王现在就宣布吧 大卫听见这事 一点感到十分震惊 并且随即做出 一连串的安排 务必要让索罗门 顺利登基 列王记上一章二十八节到三日节 大卫王吩咐说 叫八十八来 八十八就进来 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 我只借我性命脱离一些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索罗门 必接许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于是 八十八 脸浮于地 向王下拜说 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大卫王又吩咐说 将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老儿子 比纳亚召来 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 是我儿子索罗门 起我的骡子 送他下到基训 在那里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 要告他 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要吹脚说 愿索罗门王万岁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 使他坐在我的位上 接许我做王 我已立他 做以色列和尤达的君 大卫立刻着手安排 并且跟时间赛跑 神指定做王的 要由先知高丽 继承王位做王的 则由祭司高丽 索罗门既是神指定的人选 又是大卫心意中的人选 就由祭司撒都 跟先知拿丹同时高丽他 大卫做出安排后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纳亚对王说 阿曼 愿耶和华 我主 我王的神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 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与索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 大卫王的国位更大 比纳亚 是大卫的贴身侍卫 统领从加特跟随大卫王 来的六百雇佣兵 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随即表达了对 索罗门王的赞许跟喜悦 想必 他们早就看不惯 亚多尼亚的行为 亚多尼亚跟他的宾客 正久憨耳热之际 索罗门跟大卫 却在积极部署 大卫迅速行动 众人立刻配合 在王的命令下 于是 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达的儿子 比纳亚 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下去 使索罗门 其大卫王的骡子 将他送到基训 祭司撒都 就从账目中 取了成高油的脚来 用高高索罗门 人就吹脚 众民都说 愿索罗门王万岁 所以众民都跟随他上去 吹着笛子 十分欢乐 甚至大地 都因他们的欢声 震动起来了 就像加百农 自以为升到天上了 等神部署好了 号角响起 死人复活 加百农立刻 坠落云间 现在好戏登场了 亚多尼亚跟所请的 众客 炎炎方毙 听见声音 约亚听见小声就说 城中为何有着响声呢 他正说话的时候 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 约拿丹来了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 不好了 我们主大卫已经 立了所罗门为王了 所罗门七上王的罗子 在基训已经被祭司撒都 跟先生拿丹高丽作王了 众人都从那里欢呼地上来 你们听见的声音 就是城里的喧闹声 所罗门已经登上国位 群臣都来给他祝福了 圣经说 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 就都惊惧起来四散 众人感到大祸临头了 纷纷做鸟寿散 逃之夭夭 个人自顾自己去了 你可想象那幅惊慌狼狈的场面 正是私欲既还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即长成 就生出死来 这些经文最好的诠释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 救起来 却抓住祭坛的脚 希望所罗门能饶他一命 正是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 重到亚多尼亚的覆辙 而都是从他身上领了教训 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也愿意因为警觉到 神正在部署预备一切 而转向他 就自己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亚多尼亚要人尊敬他 结果是受人轻视 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保 帮助我们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而效法你 懂得谦卑舍己 不是把自我放大 不是骄傲自大 跟人争谁为大 而在你面前自卑 你必叫我们升高 你借着诗人的口说过 高举非从东 非从西 也非从南而来 唯有神断定 他是这人降卑 是那人升高 主啊 请拦阻我们不犯 任意万为的罪 不叫别人在我们身上 看见那个膨胀的自我 而你在我们身上显大 你的生命 借由我们流露 愿你的道 在我们心中扎根 你的国 在我们中间彰显 你的名 被众人高举称颂 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赞美 奉考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倘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四应有骨 我也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行过四应有骨 虽然行过四应有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